大家好,我是陶三峰,一名环球骑行的播主 目前已经骑行了12个国家,总行程6万公里 在我环法骑行去往巴黎的路上,遇上了一位遛狗的老奶奶 特别热心地告诉我,来到这里啊,一定要去看一看法国最大的城堡,香坡城堡 在我去往城堡的路上,机缘巧合,被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大哥拦在了路边 并且告诉我,他有一位中国的邻居,热情地邀请我去家里坐坐 巧妙的是,这位邻居居然还是山东滋伯人 跑了半个地球,他乡与老乡,那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给他们分享了我一路上发生的有趣故事 他们也对我的生活特别的好奇 就是这样特别美妙的缘分,让我们凑在了一起 分享了美食,品尝了美酒,举杯畅饮,再歌再舞,欢聚一堂 夜幕降临时,大哥大姐让我在他们家中休息一晚再走 给我准备了房间,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跟他们家人度过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 今天啊,吃饱了就是,大哥他跟我一块儿集到时期了 然后再去看一个法国最大的节目的节目 今天啊,吃饱了就是,大哥他跟我一块儿集到时期了 然后再去看一个法国最大的节目的节目 然后再去看一个法国最大的城堡,然后他再返回来 现在我感觉不错了 看我一块儿就走了 我是给你们留点东西,我在实在是拿不出手了 这个是普洋茶,然后你们两个,你们两个 然后这个火锅挤掉,这个好东西,他吃不了辣吧 你们都留了,留了,留了,没有没有,这个给你们拿的,给我拿的 我还留了两个,我留两个,我留两个 你不要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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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了,别拿了 拿装不了了,太多了 这还有,这还有,这还有,要出发了 最后我们留影,留念 来来来来来 这是很奇妙的,我们两个最新相遇 然后又碰到了大哥大姐,谢谢 谢谢,谢谢 好了 愉快愉快 愉快愉快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真麻烦 谢谢 好了,来 go go 你go go 再见,再见 好 你不 你哭 我好 我好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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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一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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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中国食物 你做了吗 好 好 我做了 我做了 你看 可能是晚上你回家 好 但是你回家 你睡了 哈哈 哈哈 布鲁瓦的火车站 已经来到这座城市了 太壮观了 这么大的一个城堡 哈哈 这个小地方就热闹多了 刚才那个城堡呢 它是布鲁瓦城堡 但是我们要看那个最大的那座城堡 法国最大的一座城堡 香包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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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今天就是天气不好 有点阴天 我要给你拍照 谢谢 你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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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Eis 我跟大哥换车了 他骑我那个车的话 前面就来回打多少 太轻了 我像飞一样 I'm fly I'm fly 这是OK 他打哆嗦你在前面 No raining Today no rain Today no rain No raining Yes good Yes yes Look no raining Paris Paris raining Avril 1,2,3,4 4,4,4 大哥他是告诉我今天是不会下雨 就是阴天 然后明天也不会下 我是往二友梁那边走 Today orlian And tomorrow tomorrow orlian Today look Shambord Today look Shambord And walk And walk Video Ah ok You have to work on video Yes yes And walk Driveling Yeah 哎呦 这大哥是遍地都是朋友 我们快到香宝了 还有个四五公里 然后这边有他一个朋友 过来拜访一下 过来拜访一下 哈哈哈 哈哈 哈 还一只大鸟 哦我的天哪 你好吗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Bonjour bonjour And he speak Yeah he's speaking Yeah he's speaking But take him Because uh He's speaking How can he speak He's biting Ka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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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认识 我们来到了他的朋友的家里 这个是他的厨房 那是OK 我的妈妈吗? 任何人都可以 啊,是中国吗? 是的,是中国的秘密 哦,OK,谢谢 谢谢 你好,谢谢 什么意思呢? 从南非到俄罗斯 哦 哦 我 我不想 和我,让我们走 我现在没有脚 刚才大哥跟我讲了 他孩子要放学的话 还有四个小时 然后我本来想说买买菜 做正中餐一起吃的 像他回去的一个多小时 将近四十 二十多公里 来来回回吧 时间就太紧张了 所以我们到 香波 然后去那边 找一家比较好的餐厅 我请大哥吃一顿 走吧 人还是挺多的 我送给大哥一个女士的精华液 我们点了一瓶红酒 最好的 皮肤越来越好的精华液 保持越来越年轻 保持越来越年轻 我说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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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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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酒也不错 中二开始吃饭 这大哥是真的挺热情的 见到人就介绍我 来自哪里 起行了多少个国家 刚才吃的是牛排 还有甜点 我是好久没有在餐厅吃过饭了 刚才忘记拍了 这个甜点也特别好吃 大哥刚才跟我抢了护杖 他问我为什么要那个付钱 我说这是中国最基本的礼仪 这都是相互的 It's ok friend Look 但你有很大的开支 你还有很长的路 Don't worry Don't worry It's ok 我们都是相互的 我想请你吃饭 所以不用担心 It's ok Friend Friend Yeah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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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现在我们也都已经吃饱了 这个酒的话也喝不掉了 还有个小半瓶 然后大哥要回去接孩子放学了 我可能今天就在附近去露营了 我们要分别了 大哥要回去了 再抱一个再抱一个 太好了太好了 Come on come on 好他又回去了 ok i call you i need a help i call you yes bye my friend 再见再见 我跨越山海而来 发生了一段奇幻的故事 这场缘分难得更可贵 繁华热闹终有一别 慢慢时光浓淡相移 人海茫茫远近相安 五年 我还在寻找出发的意义 寻找心中的一份安宁 不去追时间 与心对话 于孤独中审视自己 这种一个人 一辆车 一条路 一片江湖 仗尽天涯 心井随洞 从起点到尽头 去望自己无法掌控的位置和自由 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法国 布罗瓦大区的一个小镇 叫做上波尔 又可以说它为香波尔 昨天是在香波尔大城堡的对面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草坪 扎了一天的帐篷 目光所及的整片森林 都是属于那个城堡的管辖 它这个城堡还是管控的 特别严格的 毕竟是法国最大的城堡 今天早上的时候被 一群皇家护林队 穿着制服戴着帽子配着剑那种 然后骑着大马 给我给围住了把我帐篷 我准备再找一个合适的露营地 这边在路边看到了一片林区 还不错 有桌子有凳子挨着马路 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的北方 有一些游牧狩猎民族 他们会搭建这些小棚子 叫搓螺子 尤其是内蒙古那边最北的 有一个特别神秘的民族 厄文克 它就是以打猎迅鹿为生 奥鲁古雅厄文克族 正规的呢 它是尖锥形 中间这个横梁呢是固定的 四周呢全部匀称 差不多空隙这么宽 铺上树皮或者是鹿皮啊 这样一个搓螺子就算是好了 零下30度40度50度 在中间点一把火 很多人围在一块睡觉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这里有个这种 应该是官鸟的那种房子 好像就在这里面 我进去找一下 太棒了 哈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一些小凳子 这些凳子的话呢 应该是来往的游客 在这里观看一些动物的 这边墙上有这个野猪 有它们的这个简介 还有一些鹿啊 这个地方真的太好了 躲风又躲雨 幸亏找了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巴松 我忽然想到 如果我把帐篷扎在树林子里面 晚上遇到野猪怎么办 幸亏有这么个地方呀 也不冷 又扛风又躲雨 下面呢也不潮湿 环境还不错 鸟语花香 但是今天晚上要失联一晚上了 因为离开那座城堡之后 整片邻区都是没有网络的 晚上我就不准备扎帐篷了 把防潮链铺好 羊毛毯盖好 在这个角落去露营 这个阳光太温暖了 暖阳下我英芬芳 是谁家的姑娘 鞭子长又长 的 我 的 鞭子长 的 的 今天 cay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